字幕提供 回来最后一节 今天的最后一节 刚刚我们讲的都是关于占卜的东西 很有兴趣的 因为我们都想了解一下 看人家的进步 尤其是最近很流行打塔罗牌的东西 这样那种测字的 再给个字,给个名字 其实马来文字能不能够测的呢? 马来文的那个字是 受发没有人做这个研究 所以通常测字这个东西 测字这个东西的话 还是以中文字为主 因为我们华人的那个 文字是属于象形文字 然后每一个字 都有它自己的那个 故事,都有它的那个圆圆的 然后 我们的测字数的话 传承了那么久的话 你讲 某人有很大 妖人有好奇海 所以测字也是属于 五卦的其中的 一个派别来的 一个分支里面有人玩测字的 但是你讲这个 market里面的话测字 多不多人学 多不多人玩 很坦白讲 测字的话 属于比较冷 更加冷门的那个科系 这个东西的话呢 在以前香港的电影里面 有出现过一两次 然后现在的台湾那边的话呢 也很少 所谓的大师在玩这个测字 只是讲有一两个 所谓的老师 有在出一两本书这样子 去教普罗大众怎么去玩这个测字 我自己在测字这一方面的话呢 现在是属于刚刚初步研究的那个阶段 然后 因为它也是不挂嘛 所以我也是想了解一下里面的东西 可是你不要介意我自己看的测字 是我觉得可能是看谁的那个文学水平啊 或者是对 如果你水平很高的话是吗 基本上那个字 是可以由你从不好讲到去好了 对对对 因为我在那个面子书的讨论组里面的话呢 我也有公开的给大家玩那个测字 你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去解你的那个字 然后测字其实到底是怎样function的呢 很简单的 比如讲 我试过一个案例 他们玩的时候的话 他问 我现在我想换工 我应不应该换 还是我要换去哪里 然后我问他 OK 根据你这个问题的话 你写一个中文字给我 然后他就写了一个做 做工的做 然后这个做工的做呢 这个按照测字的方法的话 他的那个概念就是要拆 分散他 打散他 或者是加字 加加帽子啊 加脚啊 加鞋子 或者是跟他 总之跟他拆完那个字就对了 然后这个做工的做字的话呢 因为他是问 嗯 另谋高旧 他要换工 这样子他问我要怎样直接 然后我就 根据这个做字的话呢 我就跟他拆散了 把那个单人旁 拆出来变成一个人字 然后 啊 做的右边的那个故事的故字呢 就变成一个字 两个字互反的话就变成故人了 故人的话就是以前的人咯 这样子我给他的那个补挂的那个推理的话 我就直接跟他讲 哦 如果你现在你要啊 换工的话 你最好 你可以的话 你去找回你的 旧老板来做 这个是我给他那个答案 我问他 你这份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还是你已经有换过几份工了 然后旧老板对你好不好 然后你觉得怎样子 然后他就当然他给我他的他的feedback 然后的话他是讲 我以前有一个旧老板对我不错的 然后 有 问过我要不要回去做他的公司的 这样我就跟他讲 哦 根据你这样子的那个挂项 就是那个册字 他给他写的那个字 当作是一个挂项 我在那边的话 我这样子的话 你找回你那个旧的老板 对你好的那个 你应该 可以达到你想要做的东西的 这个就是册字的玩法 很简单 但是是有赖于 是属于什么seed的 就是属于张派的 它是属于补挂里面的其中一种 是就是属于是 是哪 其中一种没有没有 其中一种分支 嗯 就是讲我们补挂的话 之前我们有讲 有易经 有文王挂 大六刃 奇门遁甲 梅花艺术 然后测制的话算是比较冷门的 梅花艺术 我觉得这个 这个玩 这个概念跟玩法的话 它就很 它算是补挂的那本经典来的 它比易经更经典 因为它那本梅花艺术的书里面 它是教你怎么去补那个挂出来 怎么去沾 就是你去了哪里都可以一物一态极的去问一个事情出来 啊 要怎样玩 比如讲 你给一个字 那个字的笔画里面可以变成数字 数字的话可以推一个挂出来 然后那边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挂项了 啊 又或者是 啊 两个颜色 那个人来问事情的 我上面我穿红衣 下面的话我穿黑色的裤子 哦 红色配黑色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产生一个挂项了 然后梅花艺术这本书 里面的话呢 就比较讲很多 所谓补挂我们中华玄学文化里面的那一个methodology 叫你怎样去补那个挂 怎么去玩那个挂 梅花艺术里面是有很多的 嗯 然后 梅花艺术本身也有它自己补挂的那套方法了 就是所谓的那个取数 取那个数字 那个数目出来 算一个事情 它是有的 所以你讲那个易经哦 其实我觉得易经感觉好像就是易 就代表是变化的意思 对 易经的那个易的话呢 不是容易的易 当然 易经的这个易字呢 它也代表了很容易的易 它也是代表了变易 变易 变易的话这个就是跟你讲那个东西一直在变 变易 可能我的看法我觉得因为你刚才讲它的不合逻辑 加上它又要以个人学完了这种种的技巧过后 嗯 然后以你这一个人他的看法 然后他的自己的想法 嗯 不逻辑也好了 他这个想法他来推测这个事情 所以它永远是在变的一个经文 它永远在变的 就有可能比如讲我刚才我车子里面我讲的那个座子 做工的那个座子的话 有可能你现在你过来你问我的话 欸我要找工 我的解说就是讲你找回你救我老板 故人 这样如果你讲 欸我现在我要问感情怎样好 我又不可能 这个时候我又跟你讲 哦你找回故人咯 你这样子的话 这个东西就不合逻辑了 啊 我跟你讲找回座就是座人 哈哈哈哈 不是座人 对了 这个是故人 啊 你讲那个座子的话 感情方面的话 有可能你的解释的话 你要换一换 又或者是讲你把那个那个字的话 是不是重新再 啊 变一变 再变一变的话呢 给另外一个解释给人家 这样 所以所以到现在我有自己的看法 就是说我听你讲了这么多的话 嗯 不管我觉得东方或西方的时候是吗 都是 当你有了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是有那个讲的人 解读的那个人 解读的那个人 他来下 他来告诉他 我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对 他的想法跟意境是怎样子 嗯 我之前也有跟过 嗯 塔罗斯 职业的塔罗斯交流过 我问他 诶 我每次看你们的那个塔罗牌的书啊 很多 里面有很多那个排阵啊 那个排阵里面的话呢 都是在 呃 讲 哇 我可以排成那个箭的那个形式 排成那个love的形式 排成那个十字架的形式 就是我跟他讲零零种种 然后我问他 诶 官司的嘛 然后他只是笑笑的跟我讲 没有哦 他也是跟我讲 pattern罢了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他是跟我讲pattern罢了 然后我问他 这样子 你比较用塔罗牌来玩 你比较常用的pattern 是什么pattern呢 他跟我讲 哦很简单罢了 我就是从左边排到去右边 我开三张牌出来 三张牌的话代表过去现在未来 我就跟着这三张牌里面的那个 那个图像 塔罗牌是讲图像的 图像里面的话呢 去解人家问我的问题 这样子罢了 哦 I see 到最后的话 我可以conclude一个东西很简单的 就是不管你是东方 不管你是西方也好的话 你的那个补卦的概念 全部是一样的 也是那句 以物以太极 你要怎么沾怎么补都可以 最重要的还是 一个是解卦的人 跟一个问卦的人 两个人之间的那个互动 到底是 好还是不好而已 嗯 就是这样子 有可能今天我看到你样子 比较样衰的话 我就跟你讲不好的咯 有可能你今天穿的 比较年载的话 我喜欢你的话 我讲的东西 比较偏好的 当然 这个东西的前提之下的话 一定要是 你首先你要有你自己最基本的 那个补卦的基础的概念 你对那些卦象啊 你对那些 每一种 补卦的方法 的玩法 你要熟 然后你才能给到一个 所谓人家认同的那个答案 这个才是重要 而不是讲人家想听的答案 其实这个不可以的 就比如讲 人家要问 我要问感情哦 还可以不可以 你一定讲好咯 这样子的话 其实不是叫做专业 这个只是讲你只是敷衍 好不了 有个人讲 我这个生意做到好不好 好咯 每个人都要听好的东西 吉利的东西 但是你去研究不挂的话 你除了讲话婉转以外 你不能每次都是讲好的 不可能你叫人家 他要问你我去撞墙好不好 你跟他讲你撞墙是好的 不可能的吗 你要根据你的挂项的那个逻辑 去跟他讲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 这个就是解读的那个人的那个功力 一定要深厚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讲了这两节 可能给我的感觉还是 不管你手上有的是什么东西 只要你掌握了他里面的一种 一种资讯吧 里面的那种内容 然后你就会用你自己的方法去解读 所以有一些人如果解读到不是很好的话 就变成可能他就不是很出名 对 所以最主要是那个人 如果就是他的 我们讲就一个信徒了 或者说他的他的他的 follower 都觉得他解读的很不错的话 是吗 那就属于是他就属于是比较有有料 这样的 你可以这样讲 你可以这样讲 当然我们给的那个答案 那你要比较中肯一点 也不能讲你给的东西都是一面倒或者是坚持己见的 最重要的是 问卦的那个人 问事的那个人 他要给到一个很明确的那个方向 到底你现在你是要做什么东西 剩下时间不多 就讲一讲这个了 我想了解这个专目取火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需要一个特别的session来讲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OK 这个所谓的这些 没有所谓的排铃那种东西 没有没有这个棒是所谓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OK 然后这个东西总共有五十字 五十字的话呢 他的那个玩法的话叫什么 这个叫大言识法 这个是过去里面 《易经》的书里面唯一记载过的那个补卦的方法 这个东西的话 因为以前 要国家要粘分的一个大事 就是我要攻打这个国家到底好还是不好的话呢 我要补一个挂 问一问神 神到底你support support不support我去打这个国家 然后我要补一个挂 然后这个用这个五十根柱子来排出来的那个挂项呢 算是比较严肃的 当然你讲整个的推演的过程到底要怎样完 我相信我下一次的那个解说里面的话 我会实力的去拍给你看到底这个东西要怎样完 ok 下次你讲哪一个 然后这个settled也是很有兴趣 因为你看到这样的东西你没看过嘛 你没看过就很有兴趣了 这个东西叫做runes 我没看过啦 这个东西叫做runes 这个在你去英文你打Google里面你找runes 这个里面全部都有了 ok 然后里面有多少颗 我总共有25颗 在里面 然后它里面的那个图像都不一样的 它里面的那个图像都不一样的 然后也是一样的 你补挂你要问事的时候 你在那个袋子里面 它里面有25颗这样子的石头 然后你在里面的话你随便你抽到一个出来 你抽到了这个够的话 你就直接查一查阅你的这本书里面 给你的那个解释是什么 然后这样子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补挂的书 只是讲我以前我买的时候的话是因为我看到这些符号很神秘很奇怪 然后我也想了解一下西方的那个补挂的方法到底是怎样子的 然后我去买这个来了解一下 还是在KLCC那边有卖的 大家很高兴 有有有 所以KLCC的数据那边也是蛮看重这个东西 对对对 然后这个的话呢 比较冷的知识你不知道的就是这个runes的符号 是以前早期的那一个我们英文26个英文字母的符号来的 然后他们怎样演变怎样推演到现在的26个英文字母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英文字母有26个 有啊是不是 不是25的 25还是26 我忘了 你一签一签了我也不知道 26个了应该是 OK 这个呢这个也是 这个的话呢是 Tarrot 大概讲了就是 其实是塔罗 塔罗只是跟你讲 其实Tarrot这个字的话呢意思是跟你讲 这个是补挂的工具叫Tarrot 你一讲到Tarrot的话人家就想到 传统的那种Tarrot是这个样子的 OK 然后这个Tarrot的话呢是什么 这个Tarrot里面的那个每一张的那个牌呢 是很抽象的抽象化来的 你去看呢你是解不到东西的 这也是全部是很抽象的东西来的 这个是谁谁的东西来的 谁的产品来的 这个是奥修那一派 那个禅修大师奥修那一派里面 传出来的东西来的 他的门徒做出来的东西来的 然后你讲里面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意义吗 其实是没有的 然后比如讲你的这个志向里面的话 有compassion 这样子的东西 你就直接抓到这个牌 然后你查书 你就找到你要的答案了 OK 好了 那这一次呢 讲了比较多占卜的东西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 下一期的话呢 我们找一找 就是单单讲一个吧 我们讲针对一个来讲 我们针对一个来讲 我们希望那个听众的话 你们给我们一些那个意见 然后你对哪一方面的东西有兴趣 然后的话呢 我在着重的去探讨那一个 当然你讲你要你要了解塔罗牌的话 我比较差一点 然后 我也有塔罗牌的老师 职业的塔罗牌老师的话 他可以上到节目来 他跟你分享他的经验 OK好 那这些我们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